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跳到洞里去 一脚把阿拉丁给踢了下去 阿拉丁在那个藏了宝藏的洞里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阿拉丁叠进了漆黑的地洞里 他举起了刚刚阿伯给他的火把一看 发现自己已经被无数只杀气腾腾的毒蝎子包围了 还有这片好多是蚂蚁 不是蚂蚁 蚂蚁 也不是蟑螂 蚊子 不是 是毒蝎子 蝎子 不要怕 你有武器啊 阿拉丁看着手上的火把 灵机一动 他连忙挥舞起火把来 可是那些毒蝎子好像根本不怕火 还是向阿拉丁步步逼近 他们不怕我这么办 他们不怕火 他们怕的是你的歌声 快点对他们唱歌啊 就在毒蝎子快要咬到他的脚趾头的时候 阿拉丁就乱唱了起来 龙虾很好吃 龙虾很好吃 蝎子听起来更好吃 我要指掉你 我要指掉你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有个性 那些毒蝎子听到了阿拉丁的歌声之后 纷纷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然后翻肚子四脚朝天 阿伯他们翻肚子了 看起来很伤心 他们是陶醉 你快点继续唱啊 就在阿拉丁这个美妙的歌声当中 魔法师小心翼翼地走下了地洞 他看见毒蝎子真的通通都翻着肚子 脚还内一抽一抽的 好像被喷了滴滴剃的蟑螂一样 他才放心了下来 伯父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继续往前走去找宝物 他们一直往前走 来到了一个房间 里面放满了一堆一堆的白银 阿拉丁好高兴哦 哇 这些银子够我跟妈妈吃一辈子了 阿拉丁正想要捧走那些银子的时候 伯父却阻止了他 不要只顾着吃 这些银子不算什么 我们男子汉要有更远搭的目标 魔法师拉着阿拉丁继续往前探索 又来到了第二个房间 里面堆满了黄金耶 阿拉丁好开心哦 哇 这里的银子 不只能让我们吃一辈子 还能盖住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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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豪宅宅宅 哇 盖大豪宅耶 豪宅 好 不宅啦 豪宅就很大啊 阿拉丁好高兴哦 他就想抱起这一堆黄金啊 运出去发大财 你不要只满足于吃跟住 前面啊 还有更珍贵的宝物 有更珍贵的宝物 阿拉丁很惊讶啊 到底有什么比那个白银黄金 还要更珍贵呢 他一定要看一看 他们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里面的家具摆设全部都是黄金 白银 水晶 宝石等等耶 阿拉丁啊终于明白 阿贝说的更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了 哇 阿拉丁被眼前那些金光闪闪的物品 给震撼的瞠目结舌 阿拉丁 你进去拿宝物 阿贝 在这边等你 好 我会把宝物通通猜出来的 不用通通 你只要拿一个最珍贵的就好了 可是我怎么知道哪个最珍贵 你有没有看到一盏油灯 魔法试问 有啊 实在看起来很破烂耶 对啊 阿拉丁看见了 他看见了金碧辉煌的水晶茶几上面有一盏破破烂烂的油灯 笨蛋 他才是最值钱的 快点把他拿出来 魔法师命令 阿拉丁成功的把油灯拿到了手上 可是怎么看这就是一盏普通的油灯而已嘛 他半信半疑的把油灯放进了一个布袋子里挂在他的腰间 走出房间之后 魔法师紧张地问 你拿到了吗 阿拉丁拍一拍腰间的布袋 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拿到了 只是我喉咙有点汤 不是 他唱歌唱太多了 所以他喉咙都沙哑了 阿北 这看起来很不珍贵的 嗯 从阿拉丁疑惑的眼神 魔法师就知道阿拉丁在质疑什么了 他挺起胸膛 壮志激昂的说 真正的探险家 追求的不是金银珠宝 而是珍奇的宝物 等等 你声音怎么了 这个时候的阿拉丁已经完全失声了 他张着嘴巴 说不出话来 而大厅里的毒蝎子啊 渐渐的就恢复火力 蜂涌而上了 太可怕了 我不是不能说话 但你还是可以沙哑的叫嘛 反正呢 这些毒蝎子啊 都跑过来了 阿拉丁和魔法师奔跑到了洞口 眼看啊 终于可以逃出升天的时候 魔法师突然伸手把阿拉丁腰间的布袋啊 一把抢了过去 给我 阿拉丁好惊讶哦 但是呢 他却发不出声音 他骚瞎了嘛 魔法师啊 抢到布袋后 就踩着阿拉丁的背 跳出了洞外 回头笑着说 谢谢你帮我拿到这个宝物 我才没有那么笨的侄子呢 哈哈哈哈 哎哟 阿拉丁这个时候恍然大悟了 原来这个 阿伯 这个伯父啊 是冒充的 他听到魔法师在洞外啊 快速地重复施法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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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那块大石头渐渐地掩盖了洞口 阿拉丁来不及逃出去 洞口就被盖住了 地洞的毒蝎子已经包围阿拉丁了 阿拉丁使尽全力也推不开那个大石头 眼看毒蝎子逐步逼近 阿拉丁知道自己呢 骚瞎了 应该是没救了 他张开嘴 试图要唱歌 哈哈哈哈 结果呢 这一口老痰的声音 听起来太恐怖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毒蝎子啊 一听到阿拉丁的声音 不管是不是唱歌了 不得了啊 落荒而逃 他们呢 一起把洞口的大石头给冲开 之后毒蝎子啊 就仓皇地逃了出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拉丁也看的是目瞪口呆 等他自己一个人啊 回到家之后 妈妈就问啦 阿拉丁啊 你今天跟伯父去探险 探得怎么样啊 还有 我刚刚不是呢 叫你顺道到菜市场里面去卖掉 我们家的旧茶壶吗 你卖了吧 妈妈问 阿拉丁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啊 妈妈出门前有给他一个旧茶壶吗 交代他拿去卖的 他就把腰上的那个布袋拿了起来 把里头的东西拿出来 哎 不对啊 这个是地洞里面找到的那一盏油灯 不是妈妈交给他的破茶壶 原来魔法师他拿成了妈妈要给阿拉丁拿去卖的那个茶壶了 阿拉丁啊 他急着想要跟妈妈解释嘛 双手无意当中就擦了几下油灯 没有想到紧接着就有一个巨大的精灵忽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耶 那个油灯精灵恭敬地问 主人有什么吩咐 哇 鼻子发炎的小笔出现了 看到如此大的精灵出现在他们家里 阿拉丁和妈妈都吓了一大跳 妈妈问 你是谁呀 服侍着展神灯的守护神 你们可以叫我灯神 那个精灵这样回答 谁有人得到了神灯 把我召唤出来就是我的主人 你可以说一个愿望 神灯恭敬地对着阿拉丁说 主人你有什么吩咐 阿拉丁立刻眉飞色舞地说 我希望我的父亲复活 然后吃全天下最好吃的食物 还有豪宅 还要用不玩的钱 然后我就可以天天出去玩了 你办得到吗 除了死掉的人我不能让他复活 其他都行哦 哎呀 太好了 阿拉丁跟他的妈妈两个人啊 都觉得好兴奋哦 哎呦 要发达了 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 如果你要得到你刚刚说的那些 你就要付出代价 那我白吃早餐可以吗 不行 神灯伸出手说 把你的作息表拿给我瞧瞧 阿拉丁就拿出了他的作息表了 他的作息表很简单 除了睡觉和吃饭之外 其他写的都是玩玩玩玩玩 神灯拿出了一支笔 在阿拉丁的作息时间表上面快速地修改 然后交回给了阿拉丁 如果要得到刚刚说的一切 就要跟着新的时间作息表来过生活 阿拉丁接过来一看吓了一大跳哎 这个作息表上面啊 写了密密麻麻的 全都是工作和学习 不但没有游戏 就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我不要叫我会死掉的 谁叫你许了那么大的心愿 那我不要乐些了 我只要吃美食就好了 哦那这个代价就会比较简单 你只要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真的吗 他们成交了 神灯立刻施法 转了一圈 就捧着几叠的美食 虽然不是什么珍贵的食材 但看上去都好好吃哦 阿拉丁正想啊 要伸手拿过来吃呢 神灯却缩回了手说 你要工作 好不容易终于完成了一个小时的工作 阿拉丁和妈妈一起享用那些美食 果然非常的美味可口哦 努力得来的回报 分外有满足感 阿拉丁经过了神灯的震撼教育之后 就知道了 想要得到什么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 你一定要付出相对的努力 你才可以得到就算只是好吃的食物 不过如果只是吃吃东西 那这个故事就不精彩了 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下集待续 下集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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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